7月16号,国际贸易中心执行长,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维华先生宣布,詹姆斯·奥斯丁就任国际贸易中心执行主管一职。 奥斯丁博士多年来,担任休斯顿国际节和感恩节大游行等休斯顿多个大型节目的主办人职位,有长达25年的丰富经验,相信他的加入一定会为国际贸易中心注入新的活力。 奥斯丁博士自1986年至2010年就任长达25年的休斯顿国际节以及休斯顿年度感恩节大游行执行长。 李维华董事长表示,奥斯丁博士具有多年丰富的经验向全世界展示休斯顿,并且他工作热情,以他的国际商务能力将会为国际贸易中心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国际贸易中心致力和推广美国中小企业和国外商业团体的商机以及发展。 国际贸易中心将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立法人员、政府要员以及国际公司汇聚一趟,寻求进出口的国贸机会。 同时,国际贸易中心还组织和举办每年一次的亚裔新年员优会,也称德州农历新年员优会。 今年秋,国际贸易中心将会在位于休斯顿西部一日行程的具有真正的德州成交文化Feddy County进行旅游。 奥斯汀称,他正期待和李维华董事长以及国际贸易中心的国际商业专员进行合作。 随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开通北京至休斯顿直飞,休斯顿将成为商机之城和充满魅力的旅游城市。